妻子六定大,陈乔恩婚后与老公回娘家,Allen手写承诺书超宠妻 妻子的浪漫旅行宣布第六季浪漫回归,将于11月24日播出,先导片拉满期待感 本季不仅迎来了新婚后的陈乔恩,Allen,还有结婚多年的郑军刘云夫妇,路易鲍磊夫妇,刚升级为二胎爸妈的郑凯和苗苗也甜蜜加盟 郑凯穿着黑色风衣外套,十足形男一眉,苗苗披着绣发,一袭格纹长裙搭配粉色外套,衬托得愈发娇俏可人 单人美照里,苗苗尽显成熟美,她躺在草地上凹造型,鲜鲜细腰一览无余,这样的曲线羡煞旁人 郑军和老婆刘云结婚多年,感情一直稳定,较大的年龄差没影响他们的感情 这次出镜,郑军和刘云穿着情侣款式look,甜蜜升级 路易和鲍磊是公认的模范夫妻了,鲍磊扎着半丸子头,仰头上眼望夫脸,甜美感爆棚 路易微微歪头并露出招牌笑容,一帅一美,颜值暴击 最后一对是备受期待的陈乔恩和老公Ellen,这也是夫妻俩婚后的首个综艺节目,关注度自然不低 陈乔恩和Ellen一人抱着一只小羊,夫妻俩对境露出同款幸福笑意,看着都觉得好甜 Ellen在个人社交账号发文宣传节目,称回娘家有点紧张,还写了份旅行币做清单 并在线询问陈乔恩还需不需要补充,莫名可爱 文莫Ellen签下了自己的大名,并手绘了一张和陈乔恩的漫画合影 看到这份诚意,相信不仅陈乔恩开心不已,各位网友也是忍不住嘴角上扬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